好 现在彰化提出申请说希望升格 可是呢 这个内政部有话说 说彰化人口聚集的情况不太明显 可是彰化明明每平方公里 可是有住人1176人 所以县长就说了 这个数字比高雄和台南都来得更高 就人口密度来讲 确实我们彰化是1169人每平方公里 那这跟现在的高雄931人 台中800 台南850人 我们的人口密度显然是高很多 所以升格彰化是最没有争议的 那彰化也比人比小 我们要有一致的标准来处理 那足足升格是要透过修法 才能够按照新的法律来升格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彰化 彰化不用修法就能升格 应该优先来考虑彰化升格这件事情 把几页分就有好下一次就先 这个我现在很难跟大家说这个时间表 因为上一次有长达两年的 也有长达一年的等等 所以那个时程不一 国民党立委林卫洲说 邀集行政院内政部国发会财政部等等单位 一起南下彰化新竹大家来就区域划分 还有地质法修法来开研讨会 林志坚就说这个是作秀 他不随之起舞也不参加 然后内政部行政院也说不派人参加 但很多人就说林志坚说 他为了成就大新竹升格 连自己不选都可以 为什么连派个人参加研讨会都不肯呢 再来彰化现场王惠美就说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彰化的人口算是蛮多的 比这个高雄和台南还要更聚集 为什么现在说彰化的人口不够聚集呢 施老师怎么看 其实我写过类似于这样 行政合并的这样的论文 意思就是说通常他在合并的时候 是在讲效率 那效率这里也通常是说人口密度 坦白讲这就是人口密度 但是当时我们那县市合并的时候 就搞了一个台南市台南县 类似于高雄市高雄县 那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那个其实我们知道台南也好 或者是高雄也好 那个山区那个高雄那几个 拉马下等等 那台南我再举个例子来讲 西北的部分 后面的北河河河 它是比较高兴嘛 以前的时候县政府马上第二天 有什么样的事情就马上出来了 现在合并有可能一个礼拜 他可能还不会来嘛 这是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啦 OK 所以呢我来讲说我们彰化来讲的话 县长王县长完全讲的都是对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一副二六三万港嘛 就是台南嘛 OK我们六港 再来是台北这部分万港嘛 对吧 其实他的人口 其实我们看一下 彰化顶多就只有八卦山的秋林区而已 他没有高山 台中的南头都是有山上的这个部分嘛 所以他为什么完全否定呢 其实那意思意思意思是什么 民进党是躲趟还是什么会儿 他不知道中华 那些人躲趟是十百的 中华很多有钱人的 中华没什么百会公司 为什么 他们直接就开始到台中市来讲了好吗 那第二个我要讲一下是 临时劲事实在很嚣张啦 这些基要事代没什么 我看不知道他有什么能力 他基本上就是小乘其脉而已 坦白讲老塞奶而已啦 我顺便一下帮慧文讲一下好吗 我其实我 其实我强 因为你是讲国建国造国际 因为是爱国主义 没有人敢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其实有点在怀疑 就是说我们很多医疗等等 科技软体等等 硬体等等东西 其实都是美国的实验品啦 那这一次到底我们那个所谓升级 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要提醒好吗 OK 其实我有一些朋友都跟我讲说 其实他们不是国防部这样出身的 也不是外交的 他们是不是在外面开会 都有军火上在接触他们 这很嚣张的 那我会提醒一下 科技软体 多少钱比较不散 是 太勇敢了 多少钱比较不散 其实他胃口其实不太大 你知道吗 OK 其实我跟这样 因为政府里面有太多人情公关的 那种的标案里面 像他还要抛头路面 其实实在说是没必要 你知道吗 他年纪比我更大 其实科技软体还蛮好的啦 坦白讲 不过我一直讲说 他有点害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